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就是看一下 刚刚刚刚刚的部分在第这个第五页的部分 第五页就是0601的第五页部分 那我们有多增加了 isqmany在这里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的目标主要是把那个 最常见的三种格式 如何下载的方法做说明 那今天已经完成第一种CSV 第二种的话就Jason 那Jason的话呢 我这边找了一个还蛮popular的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 这一个就PM2.5的 这个是行政用环保署的官网 那你把它点开之后的话 这个官网我觉得还不错 它提供三种格式都有 Jason XML CSV 那CSV因为我们刚刚有练习过 所以这个你如果想要再练习 你可以再试试看 一样可以把它抓下来 一样可以切割 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再来看Jason 那这个格式的话 当然你直接点击 因为我这个是Firebox它好像蛮贴心的 它会自动帮我转成这种看得懂的格式 但是它原来的格式长什么样子呢 我刚刚按右键 我另存新档 干脆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干脆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把它除 它没办法存 Jackson 它应该是 副档名是点Jackson OK 然后把它存下来 理论上它这个地方我把它开起来 那一样我是建议你可以用Nodeway++把它打开 它就长这样子 那因为它没有办法折航 所以在Nodeway++我建议各位可以起一个功能 简式 叫做自动换航 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动换航 它会整个一直到右边去 OK 自动换航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另外呢 Nodeway++还有个特殊功能 因为它这个是Jackson 所以你语言的地方 可以找到J开头的 就可以找到一个Jackson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针对不同的语言 给它不同的颜色格式 OK 也有各种VB VBA都有 OK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 好 那改完之后的话 我好像没变很多 算了 反正至少有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那为什么没有变 你会发现 它给的Jackson 并不是标准的Jackson 为什么 因为它外面有多一个什么 中瓜胡 那VBA的话呢 也有一个中瓜胡 中瓜胡是什么 其实在Python里面 中瓜胡就串列了 意思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一个 什么呢 把它放在 这个一个串列里面的 一个Jackson的格式 那Jackson在哪里 其实Jackson就在 每一个 你有没有 串列里面呢 它放个什么 大瓜胡 大瓜胡开头在这里 结尾在哪里 结尾在这里 有没有 而且你会发现 中间加冒号 就是前面是key 后面是value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前面是栏位名称 后面就是放什么资料 第二个是 第一个是size 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站 然后county是哪一个都市 然后pn2.5值 跟他的什么时签 跟他的那个单位 有没有 再来你会发现 它又一个size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Jackson格式 我觉得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说 它的那个重复的资料太多了 尤其key部分 蓝位名称一直不断出现 有没有 size 然后county pn2.5 有没有 这些都重复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待会是需要什么 一 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没问题 把它用get iPhone 二的话 我要怎么样把里面资料抓出来 三一样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什么 如何把里面资料抓出来 然后做切割 塞到资料库里面去这个动作 OK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这个Jackson格式 这第一个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主要是csv 然后Jackson 最后就是多一个那个什么xml 大概就三个 这三个做完也应该够了 理论上对于网络上捞开放资料 或者将来不见得是政府机关的 企业跟企业之间交换资料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比如我是要给你 然后我就公布在一个网络上面云端上面 我给你你自己再来捞就好了 捞完之后你自己再丢到你们自己的server 你们自己的database里面去就好了 这样不是方便许多了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待会我们主要重点就是摆在如何再把csv改Jackson 就是Jackson OK 所以刚刚看到那个Jackson格式 他的这个形式有没有一定是串列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抓到之后 然后丢到串列里面 再把串列里面的每个字典都抓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字典里面我不要key 因为key我已经知道栏位名称了 我要它的value把那个value的资料抓出来 然后变成什么变成有点像刚刚的那个第12 你们第12的第1个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第5个 第5个然后再建资料库把这5个资料塞到里面去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好啊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资料的部分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如何把刚刚看到的资料 抓下来之后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OK